哈喽,我是赛亚,今天想和你们分享现在最热的炫亚风发型 那第一个呢,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开始 就是夹彩色的发卡,那先把头发中分之后呢 把两边的刘海部分先控出来 然后就左边一个右边两个的这样卡上 那这个发型呢,就完成了,超级简单 那第二个发型呢,就是炫亚这个发带的造型呢 首先呢,要准备一个你喜欢的发带,然后就给它戴上去 之后呢,用指尖或者是用剪尾书呢,挑出一些头发出来 这个动作呢,会修饰你的发际线 然后呢,也会显得比较俏皮可爱一点 但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弄成这样子,就有点像小青的造型 不过,之后你可以再理一下 然后戴上一个差不多跟它差不多的圆形的耳环 模仿要到位嘛,然后搏松一下头发 然后再把额头前面的碎发再处理一下 让它更自然一点 这个造型呢,就完成了 那发带的部分呢,不要让它那么宽 那么宽会显得头很远 然后整理一下,就OK啦 第三个造型呢,就是这个小麻花变加彩色橡皮筋的造型 首先呢,要准备的就是彩色橡皮筋 然后呢,就是取一缕头发 分成三股,然后变成三股的麻花变 然后一编呢,你可以选择你 想要编挤促就编挤促,然后乍上自己喜欢的橡皮筋的颜色就可以了 编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难度跟技巧 就是手指灵活一点就好了 然后可能会手指抽筋因为太细了 那这个造型就完成啦 非常简单,也非常青春 第四个发型呢,也是超级简单 就是夹彩色的小夹子 首先呢,把头发分成三七或者二八分 一定是斜侧分 然后呢,就用这种彩色的小夹子 给它并排夹 夹四个,就完成了 点缀一下,也是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这个发型呢,是刚刚的延伸版 比较适合刘海尴尬期的女孩子 首先呢,也是把头发分成三七分 把尴尬期的刘海先盖住 然后呢,编成这样的五公变 就是三股变之后呢 再一缕一缕的带着一些小头发 继续编下去 编到差不多在耳后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要拿出彩色的小夹子 给它固定在耳后 就是刚刚用到的彩色小夹子 一样也是同样的颜色顺着 夹上那么三四个 然后呢,再拉出一些纹理感 把这个麻花拉得更松散一点 这样子也会有修饰发际线的效果 而且松散的感觉呢 也会更加勇懒可爱 这样子就完成了 第五个发型呢 就是这个彩色小夹子的发型 但是我没有买那个花花的小夹子 我觉得我的年龄不适合了 然后买的是比较秀气的小夹子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像这样子 分出一个小区块 然后夹上 再分出一个小区块 再夹上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不太适合 已经不太适合夹整个头了 所以就先一边夹两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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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赏 赞 赞 赞 盒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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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